大家好,我是万万没想到 把鸡蛋倒入毛豆中 出锅竟然这么好吃 营养美味好吃又下饭 一起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适量的毛豆 这个季节的毛豆非常的嫩 味道鲜美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四个清洗干净的母鸡蛋打入碗中 我用的是土鸡蛋 颜色好看又好吃 加入少许盐入底味 滴入几滴白醋去腥 用筷子搅拌均匀 一定要多搅拌一会 把鸡蛋充分地搅拌均匀 最后搅拌到这种细腻爽滑的状态就可以了 接下来小碗中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少许的清水 用勺子搅拌均匀 把淀粉搅拌至没有颗粒状 接着把搅拌好的淀粉水倒入鸡蛋液里面 再用筷子搅拌均匀 加入淀粉水可以使炒出来的鸡蛋口感更加的滑嫩 搅拌均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入适量的猪油 把猪油熬至融化 用猪油煎出来的毛豆更香 猪油融化以后倒入毛豆 翻炒均匀 加入一勺食盐 炒出它的香味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盖上盖子 小火煮至八分钟 把毛豆煮熟煮至入味 好了时间到 打开盖子 这个时候锅中的汤已经不多了 再把鸡蛋液慢慢地倒入锅中 开小火把鸡蛋煎至定型 让毛豆都能裹上鸡蛋液 底部煎至定型后 可以轻轻地晃动一下锅 使其受热均匀 底部煎至金黄后 再给它翻一面 把两面都煎至金黄 这样吃起来更香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的手机还有电的话 麻烦伸出您发财的手 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这道菜不要加太多的调料 吃起来更加的鲜美 两面都煎至金黄厚 再用铲子划成小一点的块 好了像这样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毛豆煎蛋就做好了 吃起来鲜香美味 外焦里嫩 比吃肉还香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做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